文本形式 我们欢迎多时间来处理一个概念 叫文本形式的问题 不管你听得懂,听得懂多少,那就没关系 一定要往这个概念去处理 形式本身是有意义的,这不是我在讲 你如果喜欢读文学理论,你去读 从二十世纪所谓俄国的形式主义 一路发展到现在所谓的互文性 谈的都是文本形式的改变 对于文本解读的问题 而不是谈作者以及内容的问题 这是一个全新的东西 可是因为我们基本上没有做文学理论的训练 我们整个新闻系对文本的概念来听 都在一百年前那种来保守的 梅界是一个透明的中介 他努力的反应作者 他努力的反应作者,像镜子一样反应作者 然后传达给读者 这是一百年前 你如果从西方文本理论来开始一百年前的观念 从西方的形式主义发展就不是这样子了 但我们认为是文学很刻意 当然有一个比 你如果对这个东西有兴趣 因为从西方形式主义就会开始发展到结构主义 结构,后结构,然后到结构 你如果要对这几个东西读传播到最后结构有的没有的 你要搞清楚这个东西理论上你必须从文学理论走手 因为这个本来就是从文学理论里面开展出来的 你如果对这样子的东西有兴趣 所谓的叙事理论有兴趣的话 叙事理论有兴趣的话 你一定要去读文学理论 而且是二十字记之后的文学理论 这附带一点什么背景知识给各位知道 有时候不要读传播多久 知道公正客观 这世界大了很 你大概理解 不然就要说我整个东西 基本上是从这个地方发展出来的 我们care形式的问题 我们care形式的问题 你大概有这样的背景知识就好 我们再往下谈 我们谈多一个问题 所谓的报刊图文 这样一个概念 这样一个形式 基本上我们试着打开 它跟传统报纸之间 两个很大度一样的什么 文本形式上展现的区隔 这个东西各位一定要知道 我们先讲传统的文本 你很清楚的 报纸那一种 对 从A到G 文字一路这样走下来 了不起旁边都画几个图 你听不懂没关系 等一下会给你图解 大概有个模糊的概念 因为等一下我去解释的时候 你才会懂 这个东西我们称为什么 线性的模式 为什么叫线性 你必须从这边一路读下来 对不对 这个叫线性的文本模式 这种文本模式呢 一定要有一个什么 单一媒介为主导 不管是文字还是影像 对不对 对视也是这样子 对不对 对视我们也是线性的嘛 这不是时间线性 它一定有一个什么 单一模式为主导 同样的 这个问题就是说 它要表达意义是固定的 你先理解这个东西 我们看文字嘛 我们总认为这个文字 意义是固定的 对不对 我们通过文字 来追求文字里面 一个固定的意义 一个固定的意义 这就可以理解吧 我们现在对报看的理解 大概也是这样子 这个东西呢 你用罗兰巴特的想法 称之外 我们开始的术语叫什么 可读性 这顺便给你补充 罗兰巴特 那是法国的结构 结构跟结构的文本学家 大陆的翻译叫巴尔特 大陆的翻译叫巴尔特 是罗兰巴特的法国很有名 叫可读性 相反的 我们要处理的这个东西 你先从这个地方做一个对比 等一下你就会理解 这是什么东西 它是一个非线性的模式 不然就要说 我为什么要这样谈 我要教你的 绝对是一个跟传统的报纸 呈现的模式 相对立的东西 就是这样子 你要能力去处理这一种写作的模式 用不用是你的事 它最后会发展成什么样 那是一回事 可是大趣事就是这样子 但你要理解 有一种可能的 跟传统新闻报道 文本对立的模式产生 我以这一堂课来处理这个概念 它叫非线性的 非线性的意思就是说 你读起来不会从头读到 屏抹字报就会那种感觉 你读屏抹字报都会从头读到 跳的读嘛 对 文字看一看 甚至文字它还有分钟标 你看钟标 表格看一看 跳来跳去的阅读嘛 对不对 跳来跳去的阅读 这个叫什么 非线性 因为是非线性 它是什么 都媒介的整合 它绝对没有所谓 单一媒介 当主导的这一种模式 基本上是要理解的 听讲 男的类你也不会写 我以前就很久才知道怎么写 但是你要知道 它有个理论上的区隔 你才知道怎么会处理它 正因为这样 它这个开放性的意义 十个人读 开放性意义的文本 用罗兰巴克的书语 它作为对你 叫可写性 什么叫可写性 报纸都印出来 它叫可写性 可写性的意思是 读者可以把自己的意义 写入到文本当中 因为每个人解读都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叫可写性 读者可以把你的意义 跟解读写进去文本 所以它用这个叫可写性 为什么叫可读性 到时写完了 你能够为它 为它再加进什么东西吗 不会 这意义是一个封闭的意义 这个叫可写性 你只能读 这个叫可写性 你可以对意义进行什么 诠释 对意义进行 你自己解读 大概什么 写入 所以基本上叫可写性 我们等下处理的 就是这个概念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部分 刚好跟这个东西 完全是颠倒的 非线性模式 东北界整合 开放性意义 可写性 等一个什么 文本选重 你有没有能力 创造这种文本 那就很重要 其实 现在的流行文化 流行文本 就是这一种模式 只是没有人 理论上去把它弄清楚而已 其实说你会写 你可能也会写 看多了 对不对 就像那个 记得 我相信 我相信可能恐怕 也会拍嘛 就是那么一回事嘛 那个劈腿 那个妈妈 那个怎么样 大哭一场 你久会有那种感觉 那你理论上 常常不出来 一样的 你报纸上去看多了 你大概也知道 那是什么东西 但你没有一个理论上 对你知道 你没有办法再思考 这种文本当中 有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理解它 你先不要急哦 你知道 我们如何 而有可能来写作 这一种可能性的什么 新的文本的可能性 这个文本要放在报纸来处理 好 那很重的概念是 这个叫非线性 东美界整个 开放性和血性 你先大概理解啊 我要开始解释了 我会用一个 这个解释呢 有时候还蛮感谢 那个 把灯关掉 把灯关掉 对 我要感谢我女儿 因为有一天 他在看这个漫画的时候 我整个灵感就来了 对不对 以前我要讲这个例子 我整个理论上讲 我没有一个确切的例子来讲 现在这个理论就出来 好 各位 这个叫什么 可读性 为什么 文字写实了 对不对 你把照片真掉 你会死吗 不会死啊 懂我意思吗 好 文字已经把剧情 结构都讲好了 讲满了 对不对 我说意义是写实的 固定的意义 照片只是什么 白爽的而已 增加阅读上的美感而已 这个东西 这个媒介 并没有对这个媒介 有多少的意义上的改变 或扭曲 或者对它进行什么样的一个一个整合性的意义上的再宣示 都没有 对不对 它基本上只是让你对这个已经固定的东西更丰富而已 就是这样子 可是你看哦 为什么我喜欢这个 我发现它那个对可写性的表达 非常的什么 非常的强烈 等一下你就知道为什么是这样子 哪个女儿 还做的对 好 再来看这个东西 好了 这就是了 没有 各位 它不能表达吗 也可以表达 没有 首先第一个我教你的 当你把所有文字弄掉 这些图片有意义吗 没有意义 对不对 好 当你把图片拿掉 这个文字也没有意义 这整个东西要被理解 基本上是什么 文字跟图形都扮演了一个什么 平等的角色 有没有那种感觉 要理解这种感觉哦 这个东西你读不懂吗 看一样漫画 对不对 可是它又不是漫画 它不是四格 对不对 它用这样子的形式 把整个故事带出来了 首先 这个东西 把整个故事的大世界的座标法带出来 对不对 然后这个地方开始扑述什么 整个故事的细节 你看 这边也有这边也有这边也有 它讲什么这样子 你看 咚咚咚咚咚咚 创造出一种什么 新一起来文本月入 每个人月入方向一样不一样 不一样 每个人解读起来的意义是不是差很多 对 我要的就是 你有没有能力去写作这种东西 你听起来就觉得很危险 那新文不是要搞掉 大家都自己解读跟月入上 意义上的什么 展现 我可以讲 这是大时代对新文的同期 但是就这个理论而言 你要有能力去思考这种文本 它绝对不是漫画 它绝对不是漫画 这个是比较极端的例子 你可以看到这个人的什么 台道的秘密 这样子你大概对什么 一个问题跟意义都解释清楚了 你这个东西读管 你直接把它写成文字 你知道多复杂 对 要花个两千个字 对 用两千个字 后办法把它讲清楚 对 那就这样一点图一点文 这创造出一个什么 意义丰满的世界 每个人在里面解读出来的概念 都不一样 你先理解所谓情势上变化的可能性 对 我觉得很多东西 它基本上是会从流行文化 冲击到主流文化 这个世界 这个时代都是这样的 历史就是这样在发展 读一读就知道 好 这个是比较复杂的 我们开始讲一个 可能看起来比较简单的 开始比较简单的 对 这个跟刚才比起来 就没有那么复杂 这一段 把故事讲完了 这一段 把故事讲完了 这一段 把故事讲完了 这个文字 这个图形 基本上是在解释这个文字 可是你看这一边 这边其实是另一个剧情 对不对 这里其实是另一个剧情 但它这个剧情 已经放弃纯文字的串联 我们看看第一张图 是不是这样子 它是透过纯文字的串联 把它讲起来 它没有了 一半用原始的模式 你所习惯的 文字加什么 图形 这种固定型的意义 来表达一个 另一叶 它就跳过来 所以不是说整个会死掉 不是 它会成为一个创作的元素之一 对不对 懂意思吗 传统的这种媒介 这种表现形式 会成为后来整个表现的元素之一 你看 它这个东西 它就没有写字啊 画照片 还有几个这个东西 它表达一个剧情发展过程中的一部分 对不对 那这个形式 跟它之间是完全不一样的 哦 基本上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看看啊 它的理解部分 就会是这样子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下一张图 再来看下一张图 再来看下一张图 这个就是了 你看 这示范又变了 对 用一个漫画的形式 用一个漫画的形式 然后用这样子的形式 来代替什么 一个故事的什么 发展 对不对 好 来代替一个故事的发展 这个都是我概念中的什么 脱纹整合 因为你把照片拿掉 或者你把 整合成不成功 就是当你把照片遮起来 只看这个字 是不是 能够完整 还是它要补上照片的时候才能完整 一旦你觉得说 它整个意义的呈现 需要文字 加族形 整合在一起 意义才能完整 就是我所要的东西 因为 单一媒介 没有办法创造 主导性的功能 理解吗 基本上 单一媒介 是无法创造 主导性的功能 我们要学习的 要感觉就是这一种 非单一媒介 可以创造主导性功能 这种写法 如何可能 你先把这个概念看起来 报刊可物要处理的就是 非单一媒介 状况之下 我如何有效的去表达我的什么 概念跟想法 那这个地方就是很重要的 同样 我们再来看这个东西 它也是啊 没有 就是这样子 看 这个只是 典型的文字而已 然后这个地方就背出什么 像办法一样的东西 开始想故事 不要想看哦 这个都是具体的一部分 你要用传统的小说来写 这个都必须变成文字 对不对 用传统的小说 这个其实会是整个文字运作 过程一部分 他把那个文字的地方拆解掉 用这个东西来代替 这个东西又是一个 对不对 你看这个画面啊 这个画面 如果你中文很好了 你大概要花 两千字写 因为你会描写很详细吧 对不对 船怎么沉啊 烟怎么跑啊 风通声怎么大声 对不对 那么文字很好 这个印象啊 你要用两千个字写 它很简单 它用这样子的东西 去取代了一个 纯文字的描述 你看啊 它花了多少媒介 去综合 整理 跟处理 这种什么文本的一个形式 跟模式 这看起来像漫画的对 这看起来给小朋友看的对 如果小朋友 天天一看这个 长大以后 他们就很有能力看这个 懂我意思吗 再过来的问题是 你们有没有能力创造 新世代 新人类 对于一个所谓什么 复合型文本整合的 这种写作上的可能性 这就是我要谈的 我要谈的 所谓报端图文 很重要的重点就在于 你有没有能力去写作出 类似这样的东西 图文整合 而整个一一的呈现过程当中 非单一元素 可以主导的什么 去世模式 去世模式 对哦 还有什么 解读的一个过程 这个东西相对上 就会变得很重要 好我这个大理论先讲到这边 谢谢各位